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2022GQ颁奖典礼 杨颖、白鹿、热巴争美、王一博、白敬廷等百人出席 年底的时候 可以说是一场盛大的晚会 各种颁奖典礼 各种颁奖典礼 各种红毯 各种名流 应有尽有 而这一届致族GQ大会 也有了一个新的进展 那就是12月15日 地点就在上海 致族GQ是一年一度的最具影响力的品牌盛会 也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大型活动 GQ一年一度的颁奖典礼可谓是盛况空前 相信很多人都对去年的沙滩电影印象深刻 那是一条独特的夕阳红地毯 虽然这一届的GQ颁奖典礼还没有正式宣布 但已经有了很多的消息 而这一届也将一如既往的保持着以往的奢华 杨幂、迪丽热巴、Angela Baby、王一博、蔡徐坤、白璐、白静廷、王赫蒂、于书欣、田锡辉、沈月、陈飞宇、张静怡、刘雨宁、何洛洛、杨洋 这些人,很多都是他的旧时 杨幂、杨颖、迪丽热巴 这三个人都是当之无愧的当红明星 再加上年纪大 名气也不小 最近一段时间 王一博受到了志足的青睐 不但将最受欢迎的杂志和颁奖典礼都安排在了他的身上 而这一次 他一定会被请到红毯上 但王一博之所以能有这么好的资源 最大的因素就是他的经验丰富 他的潜力也很大 白静廷在时装方面的造诣还是很高的 这些年他的职业生涯一直在往上爬 特别是在最近一段时间 他从一个娱乐明星转行开端和清清日常 这两个热门电视剧让他的人气节节上升 之前的绯闻也引起了不少人的议论 他想很多人都在看着这场婚礼 最近田希薇也火了 从一部低成本的网络电影 到加入心力娱乐 再到S家节目的女主 田希薇俨然是95后的风云人物 宇赵露斯、白露、于舒欣 都是他的竞争对手 蔡徐坤也是时尚圈的红极一时 他曾五次出席GQ颁奖典礼 并登上了金酒杂志的封面 他出现在这里 会成为很多人津津乐道的话题 从一个素食明星开始 蔡徐坤就以一种令人瞠目结舌的方式崛起 他在进入娱乐圈之后 便开始专心于自己的音乐创作 发表了几十部原创作品 获得了40多项个人音乐大奖 其中包括情人和Hawk Me等 都在排行榜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在丰硕的业绩和成就的后面 在大众的赞誉和轻视下 他始终执着地追求着自己的梦想 他是一个歌手 也是一个歌手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他的新专辑Hawk Me 在第二天就登上了各大排行榜 有兴趣的可以去当辈 只要在电视机前就能看到 王赫帝和于舒新的地心引力组合 很可能会在一起 要说这一届人气最高的 那就是王赫帝了 他凭借一本苍蓝诀 一炮而红 而王赫帝则是一炮而红 除了上述的宾客之外 其他艺人、歌手、时尚界的明星也都来了 就等着宣布了 不知道这一届会是什么样的人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下方评论 记得点赞关注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